用 ComicSense 字體 歐洲盒子研究組織被人嘲笑 歐洲盒子研究組織正在進行研究 要找出西哥斯玻瑟子 也就是所謂的上映粒子 但組織的工程力銳解 因為他們居然用大家最討厭的字體 ComicSense MS 來呈現研究結果 這種字體是微軟在90年代中期所研發 被各界認為較不專業 和其他字體相較起來也更俏皮 但大量使用ComicSense也被網民嘲笑 有些人說用這種字體 就像穿著小丑服參加正式宴會 但它還是有促勇者 一個部落客就用字體重創舞台 想成為我們的動畫人物嗎 相關資訊請上臉書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